超古理論,天地鬼神,人間奇才 迪金美帶你遊走,奇幻大世界 超倫鬼才 好,歡迎收看我的超倫鬼才 又有范茵師傅,范茵師傅你好 大家好 我們今天就說說一些雲拍不齊 我們經常會看電視或聽別人說 看看那個人為什麼失世麗、還差雲拍 似使其她那麼傻,和聞笑 回環師傅,該如何更 آ謈 可是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首先我們 bolts pré ab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狀態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狀態呢? 有些人會嚇到,一個人會嚇到 人會嚇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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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有些人試過那個個案,那他去旅行 在當地發生意外,跟著其實也沒有事 但回來後可能就去過某些地方,做了某些法事 然後有一個人就開始很嘔吐 即是他們聽話聽完入耳 只是左要入右耳出是怎樣呢? 很簡單,你叫他好像慢三拍 不是慢一拍,是慢三拍 你叫他,他才會 即是叫你講什麼? A君,他可能過幾秒才會有反應 但那個人會傻傻傻 完全是不同的 即是他本人不是這樣的,但只是突然說一件事就變成這樣 對,然後說你去哪裏 這樣就說了一件事出來 要雲頭不聚 怎樣檢查到呢? 你看他的反應很簡單 除了看反應之外,有沒有說用什麼可以檢查到 你走了一個,走了兩個 說真的,如果你散了兩個雲,你會被淘汰了 即是只餘了一個? 如果散了一個人,就會偶 還有看你散哪個雲,雲頭有三個,叫三個雲 人有三個雲 通常一般散了一個雲,或是失了 或是嚇倒他,你會看到他反應很偶 但如果你散了兩個雲,你已經被淘汰了 你已經被淘汰了 正常不應該,你還可以有反應 這樣就會被淘汰了 即是你可能叫他昏迷 是的,可能是昏迷了這樣的情況 所以已經看到不對勁了 後來跟他做了抬發事 他自己說的 當時在做法事的過程中 我叫他的名字三次 真的 ABC,ABC,ABC 他一聽到叫,個人就醒了 個人就醒了 他當事人說的 對,因為我正在做法事 我不會理會他 他只會在觀察他當時的情況 可以一邊做法事 旁邊有一些徒弟幫忙 接著要叫他 要叫他回來 真的要叫他 有件事飛回來呢? 他那一刻說,有人醒了 好像睡覺突然醒了 之前那個人可能 呆一下呆一下 目光空洞 他突然間那一陣子 好像醒了 他自己說的 當時那個人 真的醒了 正常翻譯 我們叫他回到雲頭翻譯 久不久呢? 即是進行儀式 進行儀式 一段時間 因為我們事前功夫 都準備了很多東西 準備很多東西 如果要計算數 當然很久 但其實法事過程 都是一小時左右 進行中 是一小時左右 然後他就開始醒了 這個是很明顯的 真的散了一個雲 是的 我們剛才說過 嚇到會走一個雲 還有其他狀態 都容易失雲 例如那個人的 心體屬性偏陰 沒錯 如果那個人的八字偏陰 那個人比較陰 一點點 雲頭也是差一點的 昨天我們叫雲頭不穩 是的 雲頭不穩 為什麼呢? 不穩定 當然 有些朋友 他說有時候會見到先人報夢 通常你的磁場低 其實空間上面有很多靈體也好 很多磁場 當你的磁場是低的時候 你保護不到磁場 你便有機會 走失 或者它撞到你 而你跌了 但這個就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跌的 這件事沒得猜的 只是說若果 若果那些磁場低 就是比較偏陰的朋友 可以多曬太陽 曬太陽 吸收一下陽光的精華 會不會說有些什麼法科的東西 可能在他身上滑一點 就讓他穩一點 若果真是他 當然他沒有事沒有幹 你不可能跟他做法事 有很多人覺得 即是護身 有可以跟他守回魂 即是定回元神 人家說是元神不定 有些情況發生 其實法科方面 是可以跟他定回魂 讓他旺回元神 是這樣的意思 即是定回魂 沒錯 還有一種 例如修煉的人士 可能就是修修一下 不知道是功力不夠 剩下什麼 他的魂頭都可能會 不知道去哪裏 玩什麼 沒錯 當然 其實任何修煉方法 都應該要跟從師傅 他怎樣教你去做 如果有些人 我聽過有些 他真的在網上去看了些東西 自己去摸索 DIY 是的 沒錯 他有些人聽過 他說見到自己 升起了 即是離體 是的 離了離體 然後看到自己坐在那裏 即是那些 你自己拿來搞 當然 不建議朋友 這樣去做 因為任何事情 都是有一個方法 即是請教主義人士 一定 師傅怎樣教你 這樣去做 當然有什麼事情 他會去幫你 或者去指引你 但那是沒有的 你靠在網上 難道你上網問 我做到這樣 那有些什麼 當然網上 資訊世界太多 什麼人都有 他不 我不敢說他害人 但是如果他指引的方法 錯誤的話 你繼續下去 你的魂頭真的散了出去 回來 就沒有人幫到你 是的 其實我可以講一個例子 給你聽 很多人都會說 例如我提供稅好 什麼都好 用法方的方法 他很簡單 就說 你給我地址可以 我飛過雲去看就行 我不知道 法人師傅有沒有聽過 我有聽過 但是 反過來 我不覺得 他真的可以 用到一個魂頭出去 首先我們不是講頭師 我們不是講頭師 還有一件事 你有沒有可能 可以這麼有意識 去控制你的色神 去出去 某個地方 但是反過來 他出去的時候 他會不會跟你聊天 所以我不是講 他看完之後 說回來還要記錄 要做什麼 我心想 這個人就這樣去 當然 我相信 他是用另外的方法 不是用到 原神出竅 說到這麼離奇 這麼神奇 他原神出竅 你不要打擾他 因為他魂頭 走出去的時候 其實他那個魂頭 少了一個魂頭 他的保護意識很弱 比我不會這麼笨 我絕對不會用這個方法 我有手有腳 我一定會乘車 走出去看 真的情況是怎樣 就算是 如果你家裡有什麼 山神 很多 要過這些關卡 我為什麼要這麼冒險 去搏這件事 沒錯 如果你要去到山卡 或者西藏 新疆 我去不到的地方 我都更加不會用這個方法 所以其實這個方法 只是會是你修煉 修煉的方法是一種 但是是很私人性 很隱蔽式的 就不會告訴大家 好啊 我放個原神過去 我原神出去 幫你看風水 我覺得這些有少少離奇 是離譜的 有少少 可能說就不是很帥 說就很帥 說出來就很好聽 但實際不是用這個方法 這個只是名字 你不要真的當真 其實那一套是什麼 大家知道的 大家知道是什麼 就是叫做義報法 有些人幫你去看 之後回來告訴你 有些什麼問題 就是告訴你 其實就不是你的原神去了 我都不是很 怎麼說呢 你可以當他美其名 叫做原神出竅 但原神根本就沒有出竅 沒錯 他依然在聊天 對 他依然在聊天 或者他閉上眼 然後等人回來 告訴他 他家裡有什麼 床什麼設定 或者他以報法之後 告訴你 是的 我床真的有什麼設定 很厲害的師傅 但這件事 是不關原神出竅 或者是不關你的 雲頭事件 絕對不關你的事件 所以不要把那件事 誇大了 而且你很難確認 沒錯 原神出竅最大的問題 除了你說 這個空間 原神出竅之後的空間 不是你想像中太平的 首先說一件事 沒錯 真的不是你想像中太平的 沒錯 除了剛才凡先生說 很多關卡之外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而且那些東西 你未必認識 你不知道是什麼 基本上你可能有機會不知道 就是在你的理解裏面 理解不到的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當你原神出竅的時候 你的屁股 有沒有在結界裏鎖住了呢 只可以別人進來奪你寫 沒錯 你有沒有先守住這個位置 還有你記得 原神出竅的時候 你是光脫脫的 你是沒有任何東西保護你的 沒錯 當有東西攻擊你的雲頭的時候 你可能有機會 你會不會回去 沒錯 所以這件事是很危險很危險的 千萬有了 認識的朋友 都要在很安全的情況下 才好 而且不要讓人知道 你在做什麼 沒錯 因為我們看電視 都說 要出去 你自己 首先你要守住肉身 沒錯 有很多奇形怪狀的東西 就算你看我們最好看的小線 善去幽魂 五馬就說 我們身體被封 原神出竅 然後就打爆五公正 沒錯 我猜樊師傅你也看 最後你記得嗎 五馬是回到進去的身體 因為他功力不夠 沒錯 你想想 當他們是一個 雖然是一個電影 當他們是一個收盜之人 他亦都會因為功力不夠 進回身體 沒錯 何況 我們沒有功力 即是這麼說 而且 就算他一飛走那一刻 很難捉得回來 沒錯 這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 即使是五馬在旁邊 不斷練舞一波 都撐不回來 這是個人問題 所以當然 你可以當它是電影這樣看 但是 是否現實會有 但當然 未必是跟你看電影的情況 很雷同 或者相似 但我敢肯定 是真的會有這樣的情況 即是脫了就 是的 有機會是出了 你不能進來 即是你找不到 你找到一個效點 即是很簡單 別人嚇到 你會不會突然間 我可以控制這個雲頭出來 其實是很難的 但有些人被嚇一嚇 真的嚇一嚇 就脫了 可以嚇到出來 即是可能會跳出來 是 那我怎麼進去 不知道 是啊 就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有些人 就散了一個雲頭 在哪裡散 那你就去那裡招 而且有時候 你不要認為 你在一個雲 即是有雲頭的狀態 雖然你打算 我就坐下來 就當是立刻 回去 我們理解 私下是這樣 但我告訴你 不是一定這樣 就進入了 即是這件事 沒錯 所以不是說 別想很過癮 走出來 就捐進去 但若果捐不進去 那怎麼辦 這樣就大件事了 真的要找一些專業人士 去幫你修正 沒錯 因為 就等於 你看到的狀態下 你看到的狀態下 你看到的軀體在這裡 而你的雲 看著它 不能進去 沒錯 看到自己 但我進不回去 那怎麼辦 會有這樣的個案子 會發生 所以 奉勸各位 不要玩這件事 不過 為什麼我們這樣說 有時候 我們聽西方的 就覺得很好玩 因為它不會有這個概念 它不會有這個 飛出來 就飛出來 飛出來 就真的飛 可能他們有另外一套方法 可能有一個指引 給他們這樣做 跟我們中國的道家方法 都會有所不同 所以各司各法 只可以這樣說 但如果我們道家的建議 你是修煉 你可以修煉 但又不是說 原神出血 這樣就浪費 因為你出了去的時候 不能回來怎麼辦 就不同西方 西方可能會有一個步驟 然後又會教你 你應該怎樣做 然後會發生什麼 或者他有一套行說 去教你 但當然了 我不知道西方的行說 沒有的 我聽西方也不會說 教你怎麼回來 對 他只是教你怎麼出去 他教你出去 而不能回來 但如果你不相信 道家為一個中國方法 那你也不會找師傅 去幫你辦 如果真的存在一個問題 就很難解決 所以千萬不要 胡亂去玩這遊戲 其實是危險性高的 沒錯 所以我們今集 就講一些 濕魂的案例 是真的存在的 如果你說你身邊有朋友 對 突然間 個人很聰明 然後突然變成 癡癡癡癡 癡癡癡癡 有機會出現這個問題 對 有機會出現這個問題 如果你遇到這個狀態 也可以在我們的群組裡查詢 即是問一下 當大家交流一下 也沒有問題 沒錯 法輪師傅 也會在我們群組裡 和大家聊聊天 這個群組就在下面 按進去 就可以進去 我們的WhatsApp群組 那裡 今集時間差不多 下午我們再聊 拜拜 有任何意見的話 歡迎E-mail到 kdormasterat163.com kdormasterat163.com 多謝各位支持 ikkdormasterat163.com db